中华电信与新唐人亚太台的卫星续约案持续受到关注 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新唐人公布支持续约的联署网站 目前声援联署已经突破千人 各界持续呼吁政府必须坚守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底线 促请中华电信与新唐人完成中兴二号卫星续约 声援新唐人与中兴二号卫星续约案 联署网站从五月三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以来 声援人数每日飙升 有网友留言作为独立中文媒体 新唐人电视台制作传递大量及时客观全面的报道 有力打破中共对中文媒体的掌控与渗透 是这个社会多元化必不可少的部分 还有网友写道支持新唐人亚太台 就是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中华民国政府则无旁贷 网友连数突破千人 社运界人士也力挺 呼吁政府必须坚守民主自由底线 我觉得新唐人电视台 对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领航者 非常重要的指标 不能等闲适之 所以我认为国会也好 这个政府也好 都应该高度重视这个案子 基于民主社会的需要 那么NCC也应该有必要来介入了解 是不是这背后有不当的打压的因素 甚至是具体的讲就是中国因素 各界声援力道持续加大 要求台湾政府必须捍卫全球14亿华人的知情权 促请中华电与新唐人完成卫星续约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慧瑶 陈珍 张明竹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